嘿,我是大深 今天的主题还是 只用一个声音来做一段音乐 我找了一个朋友 让他随便给我一个声音 然后他给我的答复是 Womp 所以接下来的这一段音乐 包括鼓还有旋律部分 全都是用这个Womp做成的 我先放一下成品吧 然后再来讲一下声音设计 Make whatever any sound W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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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把Womp给截取下来 然后把视频转化成音频 Consolidate快捷键 Mac下面是Cmd R 然后PC下面是Ctrl R 今天要用的是NI旗下Reactor里面 一款叫Form的合成器 它是一款采样合成器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音频文件给拖拽到里边 然后连上你的Mini键盘直接弹就行了 它厂家预设其实就挺好的 你就直接能听到很神奇的声音 这就很像怪兽的声音 可以直接先把它录下来 录一个长的 然后我们再录一些短的 这声音其实挺适合做Dubstep里面那种Grow Bass的声音 把这些声音拖到不同的轨道 然后尝试一下它们叠加起来的效果 这个声音是我们当时直接录出来的后半段 下面一个轨这个声音是调递了8度 调节Form的 当你变调的时候 它音色会有一些变化 如果Form越高的话声音听起来越高越细 Form越高的时候听起来越像一个人在说话 像一个怪兽在那叫 Form低的话就比较像在一个洞穴里边 声音很低然后分辨不清 Form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你对你的彩样有很多的可以掌控的地方 可以调声响还可以变调 然后音频的形状可以任意改变 现在听起来就更加厚实 这个声音像是叠加了气泡 可以录一下 你会发现按到不同的音然后音调啊什么的都会有变化 我们把它拖下来再叠加另外一条音轨 然后一个常用的手法就是剪切 然后正反 翻一下reverse一下 快捷键是R 这个反向的声音很适合做过门 另外Form一个很强大的功能是 它有一个curve editor 就是说你这个波形怎么动 怎样循环 你可以自己去编辑它 然后还可以分不同的层次呀 每一个层次是播放这个彩样的那个部分啊 什么都可以自己调节 比如你现在就可以看到 先播放前面那个短的方形 后面就一直在这个长的方形里面去循环 你还可以选择是要求你彩样的哪个部分去进行这一段循环 另外后面循环的速度是根据左下角这个speed来调节的 我想要一个像PiHat铲一样那种有节拍一样的效果 这个差不多 既有节拍然后又有旋律载 可以录一下 然后再尝试一下别的移动方式 你点击这个Split 然后它就会分多段来进行播放 然后循环 上面绿色的部分是你要循环的区域 然后它其实有很多厂家预制的曲线 这个声音如果长一点的话 应该会像一个PiHat的声音 可以可以可以录一下这个 再尝试一下另外的曲线 你尝试过后大概就知道这些听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就比如说这些断断续续的这种 中间是应该有断层的 然后这些断断续续的方形的这种 就很有可能会有有意思的节奏形出来 这个还不错 这个还不错 点到右上方的Effects这个菜单里面 可以调节一些效果 高频增加低频减少 这边Dynamic是一个压缩器 然后这两边的频率蓝色的负责低频 粉色的负责高频 也可以有交叉 然后这个就是正常的延时效果 Delay 会有些回声出来 右边Reverb是用来调节哼响的 你每次觉得有意思的设定都可以单独存储 我们刚才所有的设置都存在了 第一个这个蓝色的圆点点 Perform里面 如果你选择右边的这个 还可以有不同的设置 这不同的圆点点是对应不同的琴键 然后你可以即兴弹出来不同的声效设置 这个声音有点像 Shaker 或者像拍羽毛的声音 我们可以把它录一下 刚才的那个sequence也可以录一下 再录一个节奏稍微慢一点的吧 旋律型的东西差不多了 我想再用这个wamp来做一些鼓 直接把彩样放在ableton的sampler里面 然后寻找这个彩样里面有哪一部分跟鼓是比较相像的 后面铺的这一部分还挺像的 把声音调大一些 嗯 有点像有点像均鼓了 加个均衡器把不必要的低频都去掉 然后压缩一下 让它的声音变得更响 然后加一点点混响 在最底下那个dry and white那边 调干湿的部分吧 调到比较低吧 基本上就是10以下 这样不会太突兀 然后我们画一画这个鼓的节奏 我这边就快进一下了 然后听起来大概这样 同时我在想这个均鼓把它音调拉得特别低的话 其实有可能可以做成一个低谷 同样的彩样 甚至选取的位置都差不多 嗯 然后就是把它调短 然后EQ调的不一样 低谷的话我们就多留一些低频的部分 把高频的一些亮的都去掉 然后一样的就是把低谷的这个节奏画一下 然后再稍微调节一下刚才的EQ 调完了大概是这种效果 然后再加一个过载 这样的话声音会稍微暖一点 这边用的过载效果是analog clip 这样稍微暖一点 因为之前的这个声效是用iPhone直接录的 所以声音特别的薄 然后把低频调大一点 同样的原理再放一个 Abbleton自带的Glue Compressor 压缩器 让它更响一点 这边最好用它的Soft Clip 这样它不会爆表 然后简单的低谷和军谷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把之前录过的这些有旋律性质的东西 放到不同的轨里边 看看有什么效果 这边还是快进一下 然后我又一定要提 到了这一步大概有一个旋律线之后 你要Warp这个Audio 因为有一些东西它不是在格子上的 所以双击create warp marker 把它们都拽在格子里 这样的话它们就都在节拍上 颜色什么的稍微变化一下 把它们区分开来 然后就是按照喜好编曲了 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音调的变化 其实都是放在和声器里边 和采声器里边直接弹出来的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可以直接调节 Abutton自带的这个Transpose 这就相当于直接拽这个音频了 Transpose上面一个数字代表半个音调 也就是说比如说从刀调到咪的话 加4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Base还是挺亮的 我们还是可以直接用EQ把高频都切掉 多切一点 这样你就得到一个很干净的Base 现在整个曲子就稍微和谐一点了 不会有那么多频率上的冲突 然后下面我想用AutoPan来做一个快速的LFO的效果 首先Amount调到100 然后Invert Face调到0 然后这个Rate就是Inf的长度 我下面solo一下你就能听到这个效果 这个锯齿形状就代表了声音的大小 然后Shape其实就代表了你声音大小的形状 Amount代表了这个声音的区间 比如说你Amount是100的话 那最底下就是完全没有声音的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低谷显得更响 这一小段音乐里边的声音设计应该就是这些 剩下的就是编曲还有一些混音什么的 天哪前前后后我已经磨叽了15分钟了 下回真的争取把视频做的短一点 我会陆续发放一些有关声音设计 音乐制作混音还有母带的小技巧 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关注 咱们下回再见 我们下回见